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点栏目的艺人 白白欢迎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白白 媒体工作者 玉峰欢迎 大家好 我是林玉峰 我们作家 安盈欢迎 大家好 好 我想先问一下 这个做人的大事情 生育是个大事情 你跟着另一半 从头到尾你们觉得意见蛮 以致地帮我举绿牌好不好 你说没有 我们常常有争执 有冲突 意见就是不合 举红牌 请举牌 还有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好 Lindia我们先来问一下 好啊 你从一结婚的时候 你就画了蓝图 对 你要赶快有小孩 我赤字的时候我就画蓝图了 我就是人生目标就是要 赤字就画蓝图 赤字 会画画哪笔 我就都画蓝图了 赤字不是三岁嘛 对 做老师三岁嘛 我就是从小的志愿 就是要结婚生小孩 然后好像我有计划的 你的心求跟你讲这些话 我就是会好想要 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庭 所以那我跟我老公 算是爱情长逃 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 也没有很年轻 我那一年是三十二 三十三 他也三十六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不想要当高龄产妇 因为高龄产妇是三十四岁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 我一定要想办法 在三十四岁之前受孕 就是有个受精软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地积极 就是一开始我还买 就是药局都买得到的 那种排卵试纸 然后但是因为那个判读 有点困难 我就觉得好像看得不是很清楚 我还从美国请我的家人 进那种电子的排卵试纸 他就是会 我相信你也是 你在排卵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一个笑脸 就是你可以告诉你的老公 今天是笑脸 可以做功课咯 这样 天天又 对 你要加油 所以那时候就前 我大概很认真 就是每天我都要 验那个排卵试纸 然后要量体温 然后试了六个月 就是只要一笑脸 我就会立刻传给我老公 把他抠回家 他力好大喔 有硬力 我都打蓝球 然后准备上场 说把他笑脸来喔 觉得一开始他都还有一笑脸 就要哭了 他就哭了 但到后面的两三个月 他有点笑不出来 对啊 这个压力太大了 就是我的那个试 只是些笑脸 他就有点愁眉哭 对啊 这样 但反正就是 就是什么努力 有没有结果 那六个月都没有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 但是我也不是那种会很沮丧什么 我就想说我一定要 再接再厉 我就立刻安排了 那个不孕的门诊 对 然后医生就说 你不用急啊 因为真的不孕 应该是要一整年做功课 都没有才算不孕 我就说我不要等到一年后 我一年后再来做 如果真的是不孕 那我不是白做功课做一年吗 这样子就是美好啊 好值得喔 对啊 所以我不能浪费时间 从三岁等到现在 对 赶快 然后我就是安排 就是说你有什么 通通都帮我做抽鞋 我也抽了 然后我连什么疏软管 显影 我都安排去做 那个超痛 我觉得那个比生小孩 对 那个很痛 很痛耶 就是整个他打 显影进去的时候 真的是会骂脏话 我连那个都做 可是我觉得还好 我有做 因为他做他就说 你的疏软管有一边 是有比较塞的 所以有可能那边排卵 是 对 是没有排出来 所以我就等于 只有一边是有用的 所以我就因为这样子 我就直接 我就想好 那也不啰嗦 我也不想要知道 那个到底有痛没有痛 我们就来做人工吧 然后我就是立刻也约了 那个 就是升职中心的 那个人工受孕的门诊 然后就带我老公去 这一切都是我主导 我就是带着他 我就帮他安排好 他只要人到 就好了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是做了 人工受孕的 第一个月 然后那个医生的时候 就是判读 就是可能我们一切的状 双方的状况 什么就说 他觉得可能这一次的机会 没有那么大 叫我就是放宽心 就是下一次再试试看 然后那一次我就有 一点点沮丧 我就觉得 我已经努力到这样子 都还是不行吗 那怎么一天到晚看新闻 好像就是谁不小心 生小孩时的怀孕 永远就不小心了 对 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 什么小心天天做功课都没有 对啊 我也好想要 不小心就有小孩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休息一下 我就买了机票去美国 想要去散心 然后通常以前我在美国念书 所以我的家人还在那边 然后我常常会回去 我每次一下飞机 我第一件事就是会去逛街 或什么什么 就是很有活力 就那一次好奇怪 我就一下飞机 我就突然觉得整个人都好累 然后我也不想逛街 我就觉得 Something wrong 我不想逛街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太反常了 太奇怪了 然后我就跟我妹妹说 我觉得不太对 就是我整个感觉就是好奇怪 然后我就说 你去帮我买驗运的 但是我其实那时候 没有抱有太大的期望 因为毕竟医生都这样讲了 结果他就买了驗运的 我就只是想说 好 随便那就试试看 我就直接就是坐在马桶上 尿尿尿在那个 鞋子上面 结果就是一打开看 美国那个驗运棒超先进 它不但可以告诉你 你有没有怀孕 它还可以告诉你 怀孕几周 就是什么 好像有一周 三天内一周 然后跟三周以上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跟我讲说 我有就是好像刚怀孕这样子 哇 中奖了 我整个我超傻眼的 然后我好兴奋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其实台湾就中奖了 对 就是可能就是有做成功这样 然后我去 但是我验到的时候 已经在美国了 然后我真的那时候我好紧张 我很想要跟我老公 分享这个喜悦 但我又看很多网红们 他们会分享在喜悦的时候 就是好像会一起验孕什么 然后会拍影片 我就也很想要如法炮制 结果我还 就是我就开视讯跟他直播 我想要就是现场验给他看 然后我还就是太紧张 我的尿还打翻 就是后来也没验成 我想算了算了算了 我就直接跟他讲 然后因为他是金牛座的 他就是一个 不太会有情绪的人 对 他就内裂一点 结果那一天我跟他讲说 他就是整个差一点 没有滴眼泪出来 我就看了也觉得好感动 就是觉得 他很开心 他终于不用再做功课了 这样一口气 对 结果没有想到 就是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很开心 后来过程蛮痛苦的 对 因为我是人工受孕 所以我有打牌卵针嘛 但其实可能我的卵巢 也都还算健康 所以我打牌卵针的情况下 我就有一点卵巢 有过度刺激 所以我就开始怎么 第一个礼拜很开心 第二个礼拜我就觉得 走路很喘 然后我的肚子怎么那么大 那因为我也没有怀孕过 所以我不知道 那样是不正常的 然后我妹妹就好 那么快 就是很像五个月才 我才怀孕不到一个月 我的肚子就像五个月 然后我都就是走路 走没几步我就很喘 然后刚好还好我在那边的舅妈 是妇产科医师 他就有简单帮我做一下检查 他就说你的肚子都是腹水 就是我就积腹水 然后我睡觉我也不可以躺平身 因为我就会压迫到我的呼吸 我就不能睡觉 所以我都是坐着睡觉 然后那时候就很紧张 因为在美国医疗 不像台湾这么地平假 然后又很方便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刚好是圣诞节 大家都在放假 我也约不到 我约到最快的是两个礼拜后 才有就是医院 才有医生可以看我 然后我就还问我舅妈说 那我可以就是赶快回台湾吗 他就说你的那个肚子那么大 腹水的状况他不建议 他怕会有危险什么的 所以我就硬撑 卡在那边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有点担心 因为毕竟是厌运棒告诉我怀孕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 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就就是一切都是未知 我就会很紧张 然后就会自己上网看 然后看很多什么 可能会有胚胎没有心跳的 然后或是子宫外孕 自己吓自己 很紧张 真的是都睡 就已经在睡不好了 我又更睡不着 那反正好不容易安排到了抽血 抽血完以后 要再照曹英婆 又再隔了一个礼拜 那边真的就是好麻烦 就是你看妇产科医师 是妇产科医师 你要照曹英婆 要再另外约 每次在下一个礼拜以后的事情了 那反正还好去照曹英婆 他有照到心跳 我真的是当场就落泪 因为我就觉得我真的是 这过去的可能八九个月以来 我就最期盼的就是有一个小孩 不对喔 过去的三十几年以来 我最期盼就是有一个这样子 就是有小孩 然后我现在确定 他有心跳 他也在好的位置这样子 然后才 然后那时候我的覆水状况 也好一点点了 我就赶快回台湾 OK 好 这么千辛万苦 总算把孩子生下来了 但是你 你没有去月子中心喔 没有耶 你没有想趁这个机会 人家说女生第二次的保养 自己的身体 我就是偏TK的那一种 就是我怀孕的时候 长辈叫我不要干嘛 不要干嘛 我就是都要做一遍 我真的很害怕 不是 我就觉得男孕妇哪有那么弱 然后我也觉得产妇也没那么弱 不过就是个小孩熬夜 还好吧 以前我们念书也都在熬夜啊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不用月子中心 不用你买包包给我就好了 但他从小知道妈妈很厉害的 对 我就想 没有在怕这一切的 我就说我是厉害的女人耶 我哪里需要就是这样子 每天躺着 我应该也躺不住 所以我就是 我第一胎我还吃了全餐 所以我是大概住院做了十天回家 我就开始自己带小孩 我也没有请保姆 因为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的 这样子 结果才五天我就投降了 因为我想我才惊觉熬夜 不是像以前考试是 可能熬一两天 这我可能要熬到他三岁 几个月三岁 要等到他可以睡整夜 对 我想说天哪 我未来的至少这半年一年 我是没办法睡觉的 然后我就开始崩溃了 然后那时候你要找保姆 要找什么也都有一点 来不及 然后那时候就是白天 就是半夜你又要挤奶 然后要洗奶瓶什么什么 然后男生真的对这些 就不是那么在行 再加上我觉得 第一次当妈妈的 也都会不是很信任先生 你就会觉得他们一定坐不来 我来就好了 结果有一次就是 我们因为这样子 有一次有个大吵架 就是因为 他就是看我一直在那边 很焦虑在哄小孩什么什么的 他就是坐在电视上 男生就是都这样 然后他们都在平行时空 就是小孩跟你在那边哭 他们都好像没有听到 就继续在看 他们讲的话到这边 音波都什么都没了 可以的 我们可以有一个飞航模式 我们可以自己关掉 我们可以继续看比赛 然后继续打电动 没有问题的 旁边的表情 声音跟你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我们有个结界 我们可以把自己保护起来 平行时空 还很彻底 我们也不能够问 一问我们就要加入你那一边 我们不行 好脚吧 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反应 反正我那时候 就是有一点 我觉得也很生气 我就故意晃到他面前 就是哄给他看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那边 他叫你走开 走开 不是 但他就跟我讲说 你就不要这样 你就放轻松嘛 又没有什么 我那时候听 现在我听好像 对啊 好像是没什么 可是当下听我就是炸掉 我想说 我要是能放轻松 我还会在这边这样子 一直站着哄小孩吗 我就放轻松啦 我当下我就把女儿丢给他 然后立刻约了按摩 那是 那时候我女儿 大概已经四五个月了 我就想要离家出走去 我就说好好好 你最厉害那你自己顾吧 我就去按摩 就给他人就走了 对 我就走了 好有勇气喔 我想说不能再这样 因为那时候真的已经 精神太紧绷 就是已经五个月 我都没有睡好 然后又觉得 我觉得 就是刚开始生小孩的时候 女人很容易觉得自己 好像我的价值在哪里 我本来也是在外面工作的人 我也是妈妈 把我栽培到那么大 我现在就好像一头乳牛 时间到了 我就在听那个 挤奶器在那边 然后就要喂小孩 就要洗奶瓶 就觉得很忧郁 那反正我去了以后 按摩完回来 我想说好了 很开心 这样这两个小时 也辛苦他了 我还想说回去要 好好的就是跟他好好讲 不要这样子 两个人都气冲冲 结果一回家 我看到一个画面 我整个人更生气 我回去 他一样还是这样子 然后他还是这样在看电视 我想说我女儿呢 我女儿怎么不见了 结果我就看到他旁边用那个 就是这种靠枕 叠了一个堡垒 然后就把我女儿放在里面 他把它盖起来 因为他说他一直哭 很吵 他怕吵到里面 他说我做了一个隔音墙 可是他有流气孔 他有流风 他说但是他这样就是 他哭他的 我看我的 这样不是很轻松吗 我就觉得 他各自忙碌对不对 对 但我就觉得好像 现在生到第二个就觉得 好像他那样也OK了 但是第一胎之后 就会很生气 他这个风格他也过得去 对 你干嘛自己能为自己 好像也是 好 问一下这个安宜 面对家里有这个新的成績 你怎么带老公小孩 自己终于取得平衡 对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他做得也没错 因为我觉得 要照顾好自己 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没有一个快乐的妈妈 没有一个健康 或者是身心安适的妈妈 其实他不会有一个健康的小孩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新手妈妈 其实没有照顾好自己 有时候过度焦虑 真的会这样子 而且那个冲突 你要想想看 就是你经过了怀胎十月 把小孩生出来 可是你老公却是十个月后 才第一次看到他 真的 所以我奉劝所有的新手妈妈 你要给你老公十个月的时间 对 让十个月的时间让他去习惯 他是一个爸爸 不然他永远是个哥哥 你知道吗 真的 所以你要让他有一个适应期 就是知道自己是个父亲 知道自己要付出 然后我觉得妈妈也要 试着让你的伴侣 变成你的队友 而不要让自己一个人 孤独奋战 对 所以我觉得 你这样做是对的 要丢给他 他有他的处置方法 所以像我每次 把小孩丢给我老公之前 我只交代一件事 就是你要让他活着 在第一门看 其他就不要太急 所以放轻松 你去按摩回来 他在隔音间里面也够可以了 对 好 明明这么喜欢小孩 但为什么这么困难 马上再回来 好 做人大事 当然要跟另一半讨论清楚 但白白 你说你是到结婚之后 才发现 你跟你老公的想法不一样 对 你们都没有沟通过吗 没有 完全没有 但他知道 我很喜欢小孩 对 然后 结婚完以后 我就立刻跟他讲说 我们差不多要开始来做功课 然后他都会 不要那么急 顺其自然就好了 对 所以婚前你知道他可能不想要小孩吗 没有 没有很明确而知 但是可以观察到说 譬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小孩 可能哭闹 或者是无礼的一些要求 他就会 走走走 我们去那边 我们去那边 乱白眼 就是立刻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去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想说 他是不是不喜欢小孩 还是只是因为 不喜欢吵 对 不喜欢吵 对 然后我有试着问他 然后他就说 他没有不喜欢小孩 但他不喜欢小朋友吵 然后这个吵还包含了 婴儿的哭声 那他就是不喜欢小孩 然后跟无礼取闹的吵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婴儿的哭声是因为 他还不会讲话 所以他利用哭 来表达他的需求 那身为大人的 我们应该要去谅解 去关怀他 然后他就跟我说 不要吵就好 对 他就说不要吵就好 然后我就想说 那挖以后 我们生小孩的话 那小孩哭怎么办 帮他盖一个隔音墙 刚刚有学到这一招 把老公盖起来 对 那怎么办 想法不一样怎么办 你的那个笑脸贴子 有拿出来吗 没有没有 我还没那么闲进 我有在做那个体温表这样子 对 然后也有算时间 但是我一开始 没有算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是很积极 从伴还婚宴 当天晚上我就跟他说 我要我要 然后他就说 今天很累哦 然后我就摸摸笔 说好吧 然后过没几天 我又跟他说 我要我要我要 快快快 因为我也是差不多 三十三岁结婚 然后我就觉得 我也不想当高龄 因为听说高龄产妇 有非常非常多的风险 对 那因为我先生他是上班族 有时候会比较累 那我就是 在家我就一直在等他回来 就是想要 虎视眈眈 很想回家 真的很幸福吧 前站应该是蛮幸福的 但是每次一打开门 就看到一个 对 而且我还会很用心呢 就是准备一桌 很丰盛的海鲜 很丰盛 对 因为我觉得 吃完这一桌就换我了 好感情 比基尼上场 对 可是他就是 就是会累 但我们还是有教功课 对 但是教了就是 都没有 一年多快两年都没有 那真的也会蛮有压力的 那时候你因为生小孩的事情 婚娘家会觉得压力大 会 结婚的时候我妈就一直问说 你们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还是想先买房子 还是要生小孩 那等一下教个功课就对 然后一年多以后 不知道为什么我附近的亲戚 开始 怀孕的怀孕生的生 然后我妈就会开始讲说 那个谁谁都生了 你们到底有没有消息 你是不是有在避孕 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 没有啊 我从结婚就都没有避孕啊 对 然后他就说什么 不要避孕啊 要快点做啊 你已经不年轻了 嗯 然后我想说 我们真的很努力 嗯 对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都说 牵手就会怀孕 我们都已经放进去了 也没怀孕啊 我就觉得 那公婆的啊 这是好难 公公婆婆呢 公公 有一次很妙 就是其实 我公婆也不会给我压力 但是我相信他们 应该也是有跟我先生 那边讲说 很想抱小孩这样子 然后有一次 我就是穿很宽松的衣服 然后去公公婆婆那边 然后我公公就很开心地 问我先生说 是有了吗 然后我先生说 没有 他只是胖 好伤人喔 然后有一次我的 那个生理期 延误了四五天 我就觉得好开心喔 因为感觉胸部有变大 对 然后肚子也变大 然后我想说 可能是有 然后我很开心喔 我去买了就是 那种孕妇妆 对 我还没买业孕棒 然后我还买了 小朋友的东西 而且你很贴 你还没业孕 你就先买业孕棒 就觉得一定是这样 因为我就想说 我又有点累 就像你刚刚说的 那个症状 对 然后什么事 我又都不想 一定是中了 对 一定是中了 我就好开心 然后又想说 我不可以那么快 让我老公知道 就是我们成功了这样 对 就殊不知 就是大概第五天 第六天就 呃 然后我老公说 你怎么了 我就说姨妈来了 整个大失望 然后因为我有在当 那个画画老师 然后我的学生家长 也知道我很想 很想要怀孕 然后他们就是很贴心 给了你很多那个宝贝 像这个 他要送我那个好运棉 然后他还很贴心备注 他说一片要放枕头底下 要放我的枕头底下 然后一片我要水深攜带 然后另外一片呢 就是下一次生理期来的时候使用 我的衣橱 每个柜子都有这个 对 都有每一个家长的爱 这是不是听说就是怀孕之后 没有用完的那个就是好运棉 就是他们一怀孕的时候 就会把这些好运棉分出去 对 原来如此 然后我的朋友们也很用心 你看还送我这个 这是什么 铲子 我跟你说这个铲子 我有两支 一支很大支的 在我们家的床下 而且这有学问 你如果要生男生 你就这样平放 然后你要生女生 你就要反过来 所以我反过来两年多了 我不知道怎么了 可是金产值应该很有效啊 是吗 而且我们那支很大量的 我还有房地产 所以每次开工都会送一个金产 然后我哪位公司都会被抢走 对啊 他们就真的要 对 真的有效啊 还有这个 他发包好多 这什么 这个是好运石 还有这个好运石 这什么 每天都要摸 它会助你好运 那为什么它有这个 对 为什么 这个是因为我们基隆的 有一个观光景点 然后它要盖嘛 所以要开运 开挖 然后那个石头掉下来 代表好运石 然后你每天都要这样 拿出来摸 你看我把它养得很好 真的 我每天摸 所以你看它 超会这么的光 对 你就像我真的很用心 而且我有五颗 真的很努力耶 我有五颗 你知道我多想要小孩 给西什么都有 对 我先问一下Lady啊 面对大家在催生的时候 有什么方法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很想还原 是我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问我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女生 那好可怜 就是没结婚就被问说 什么时候要结婚 真的 一结婚就说 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我都不用 我还没结婚 我就到处跟人家讲说 我超想结婚的 我的新郎在哪里 我婚礼都已经计划好了 我的新郎呢 都没有人敢问我 什么时候要结婚 我一结婚 我就到处跟人家讲说 我好想要生小孩 你们好运绵 你们什么什么好意思 什么什么 我就去赶快给我 你知道吗 我最近去做那个什么 什么人工送院 我去做什么什么 我就会主动报备 然后长辈也是一看到 我就开始跟他们讲 他们到最后都会觉得 好 我们不要再讲 他好像有点不光 我们只想聊十分钟 都会聊一小时 对 就是你 就是要先进攻 这就是最好的防守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 OK OK 好 冷静 冷静 对 先发制人就对了 对 安姨问一下 生小孩这个事情 到底婚前 有没有必要先沟通很清楚 如果对方的想法 跟你不一样该怎么 我觉得是要 因为其实我觉得 因为生子这件事情 是一个人生大事 那也影响到 你对未来的规划 那另一半婚姻 如果我们希望它长久的话 当然要包括对方 跟自己的人生规划 所以我觉得 生小孩这件事 确实要讨论 不过有的时候就是 讨论当然跟这个 实际的期望 可能会不相符合 就好像要的人一直不来 那像我就是不要 没有想要那么急 但是我就很容易怀孕 那一种对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当然了就是 我们还是要 需要有一些弹性 那遇到状况的时候 还是要跟另外一般 好好的沟通 去互相达到一个最佳默契 我觉得是必要的 那如果他就说 我不太想生小孩呢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 婚还要结嘛 对 这个时候你真的要考虑 其实我跟你讲 真的是这样 因为 所以 其实有人会改变啊 对 我会建议大家 第一个你真的要去做 婚前健康检查 然后对 再来就是 如果你们双方对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平衡的话 你真的就要真正思考 到底对你来讲 婚姻比较重要 还是孩子比较重要 真的 因为我有一个密切的经验 我之前的男友 交往八年 就他应该就是一个不孕正者 后来 因为他后面的就是 老婆跟小孩 对 老婆跟女朋友都没有 后来我觉得我好险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一个一定要想要一个人 如果我嫁给他 我想我们也不会有幸福的收场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要纳入 你的婚姻考量中 对 好 那你为了小孩 你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包括你的工作吗 我们先请广告 好 当然婚姻里头充满了变数 因为人都会变的 我们接下来问玉峰 你们在结婚之前 其实跟你的太太是有共事 不想要小孩的 对 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都在 我在跑新闻 她已经当主播了 对 那当主播这个位置 你也知道 这个位置的话就是 看起来是非常的光鲜亮丽 可是下面有很多 虎视眈眈的小妹妹们 所以其实当上的主播 然后你的事业正要起飞 那那时候 其实我是跑社会的记者 那大家也知道 社会就是灾难线记者 而且我比大家更厉害的是 我是国际的灾难记者 所以只要有什么排华暴动 还是有台湾人被海盗给绑走 还是像那个时候的那个 就是红二姐 他们假如是有那个爸爸 被菲律宾的官兵给打死 那些我们都要到现场 到现场要到菲律宾 要到越南要到哪里 都要去的 而且是一通电话就要出发了 所以我们当初的讲好就是说 先不要有小孩 不然小孩谁要照顾呢 难道你在播新闻的时候呢 保姆打电话来 还是安心妈打电话来 你有办法下主播台去接吗 或者是我在越南的时候 我也没办法去照顾 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已经讲好 就是不要生小孩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有共识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这样子其实是蛮好的 那后来谁打破了这个 后来就是我妈妈 我妈妈就是每次回去的时候 她就穿了外出鞋 然后就带了一个小板凳 但是我们家是有庭院 她就在庭院里面看着外面 看着远方 然后就说 妈妈你不是要去公园吗 因为她的习惯就是要去公园 然后她就说 去高昂要做什么 她说你不是要去太极武 你不是要去动吗 不是要去撞那个树吗 然后她就说 那人都有孙 那人都没有孙 那去 要打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很奇怪一件事情 我就说 我哥哥我就想 那他不是有了吗 他说那个已经大了 已经上学了 然后就一直就是告诉我们 说你要赶快生 然后后来 子妈很会耶 内心性胃炎 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 为了我们的房子 为了我们的一切 我就想说好 那其实我那时候 其实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后来发现说 我年纪要越大 然后我的体力也快不行了 我就听了前辈就说 如果不赶快生的话 可能以后就没有体力 来带小孩 那我就跟我太太讲说 那不然夫人 要不要生个小孩 那我太太其实当下是 冷静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就是好像就是 时间暂停了一样 她脑袋就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后来过了三五分钟之后 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说 那你有钱生吗 因为我们那时候 其实钱是分开的 所以她可能也不太知道 我的存款 我的收入 然后第二句话她就说 那又生了小孩 小孩要赌哪里 谁带 很想 想那么远 她没有先想谁带 她说小孩要赌哪里 想那么远 很重啊 然后她就说那小孩 大学之后呢 要不要出国念书 我怎么提问得太远 很谨慎耶 然后我就说 我们就先决定要不要 然后她就看我在打哈哈 说你拿纸跟笔来抄下来 我说好 企划书预算书 对 她就叫我先把所有的钱 然后要小朋友读哪里 然后未来出国留学的钱 要怎么样 她就说如果你真的 有心要生小孩的话 明天下班之前 你再传给我 这个紧张的 感觉很像一个姿势 对 我就想说好 钱 我就只好把这些钱交代一下 就是把所有的股票 然后还有这些存款 然后先把它汇整一下说 好 我先交代我有多少钱 然后再来就是 小孩要读哪里 这件事情是大灾问 因为我以前是住内湖 我就觉得要读内湖国小 可是后来我们结婚之后 是住在市区 那那市区我就不熟 所以我就是一整天 跑新闻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找学校 做功课 对 然后我就惨得 那个教育线的记者 后来我们就决定了 要念一个敦话 我觉得人家就说敦话 好 那我们就决定要念敦话 然后以后未来的话 就把她买股票 就跟我太太回报这件事情 我太太就说 你说念就念吗 你知道敦话要设学级的吗 对 而且要搞到墓口 七年前就要搬进去 对啊 那你找得到 设学级的地方吗 后来果然我找不到 我一直觉得说 我是跑社会线的 我那么多警察朋友 那么多疫情民房 那大家都有房子 去设一下学级就好了 后来问了十个 每个都说 我们已经给别人设了 也太多了 所以我太太那时候 就是下了一个通牒 要就买房子 有房子有儿子 后来我们就决定 就买了房子了 对 然后我们就 其实后来是买比较顺利 就是说钱到位之后 小孩子都有了 我就觉得这样子就还不错 其实小孩子带财 那时候买房子应该都是 都获利的 对 而且我觉得 真的是大家不要担心 就是勇敢地生吧 勇敢地生 因为小孩子都会带财的 因为我生两个 然后各带了一些房子 我就觉得说他们 一些 只是一些吗 对 我是觉得小孩子真的很好 那如果说 你不要压力太大 如果以后你的小孩就说 你怎么没给我 那么好的一个教育 你就说 你才没带房子给我呢 你就怪他 你自己没有带来的 足够的财酷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是还不错 而且是男生真的是 要看到小孩 像安逸刚才讲的 就是你要看到小孩 然后你摸到他 你才确定说 当爸爸 不能再调皮了 其实我觉得带财这件事情 其实也意味着 你会对了 为了儿女负责而去努力 对 有可能 责任量会加重 你那时候非常勇敢地 请育婴嫁 还因此丢了工作 那个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个餐厅 然后晚上就想说 好 吃个饭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已经怀上了 就说好 接下来 谁要在家里带小孩 OK 谁要带小孩 那大家都是有来好来好去吗 我们家不是 来 笔电打开 两个人各开笔电 薪水条秀出来 我们家是这一种 你不要跟我讲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你薪水条 你叫人资把薪水条拿出来 我那时候其实是满有信心的 因为我算跑得不错的记者 然后我资历也满深的 我会转过来 然后别人打开 我竟然输了 然后他就说那你就离职吧 然后我就说离职 他赚比较多 他继续工作 对 好像满合理的 我们就是要让家里 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那但是看谁赚得多 可是我那时候很惊吓的一件事情 就是离职 那我离职以后怎么办呢 我那时候在老三台 考进老三台的时候 我爸妈那时候 还在内湖封街请客 所以我们那时候进老三台 就是要做一辈子的 怎么可以离职呢 那时候刚好有预言假 那我就很勇敢地去 跟新闻部的长官说 我要请预言假 那新闻部长官说 你说啥 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人 对 那时候刚好政策上路 就是新闻圈第一个 然后我就跟他再讲了一次说 报告长官 我小朋友明年的什么时候出来 我想从那时候 请孕孕假请半年 然后那长官就抬起头来说 你现在滚出去 我就当你这句话没说过 然后我就滚出去了 但是我到了门口 我就说不行 面对长官跟面对夫人 到底... 我还就要进去 我就坚持 你这又打死了 还回去 对 我又再敲一敲门 然后他就说 你要想清楚 你这个位置是大家梦寐以求的 你要想清楚 回不回得来 你那时候挂了什么 可以冒昧问一下吗 我那时候是社会组的组长 组长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应该也还好吧 政府不是宣导我们说 雇主不... 对 雇主不可以 就是让他回不来 对 我当初也是这么想 就想说 我应该是有机会 可以再回来电视台服务的 那我就请了孕音假 然后这半年就是陪小朋友 玩得很开心 就很开心 然后等到半年后 要回来的时候 就回不来 真的回不去 就回不来了 我那时候是带了很多的 伴雅给 就我们到处去玩 然后就发现 奇怪 我怎么给同事的时候 大家的表情都变了 尤其是接我位置那一个 因为我是社会组的组长 所以我 他那个就是 玉峰哥 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 怎么会这样子呢 后来我们再进去谈的时候 那个长官就说 那你现在还想要哪个位置 我说我不可以回云安的位置吗 他说那你要 你的位置已经有人接了 你的业务已经交接给别人了 那你这样回来 那他要去哪里 他原来的位置啊 不行啦 对 那人家退回去 对 后来就真的是回不去了 我还记得我那天 离开电视台的时候 其实天是艳阳高照的 但是我却觉得是乌云遍布 因为我就是读书 然后考进电视台 然后努力工作 我那时候我是没有失业过 但是我又拉不下脸来说 不然你要回头还给我 或是我在怎么样 就是就真的是没有 OK 所以那时候其实 是可以争取自己的权益 但你没有 对 就内心下雨 你因为小孩生活出现 那么多改变 工作也没了 对 后来怎么办 对啊 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那一个 小孩有代财 我觉得就真的是还不错 因为那时候小朋友要去念书 我们还去买了一些B&W 买了一台X5 然后曲名叫胖黑 那那时候刚好就是运气非常的好 也让我接触到二手车的买卖 那胖黑就有赚钱 我就把它卖掉 所以我有一阵子虽然没有工作 可是我靠的就是 一些车辆的买卖 还有就是他们会带房子来 带房子来之后 也都有一些获利 也都还不错 就顺利就度过那一关这样子 OK 好 后来你的教育问题 是跟你老婆分工嘛 对 我觉得这句话 这句话大家应该可以听我的 好 所有的男生都要听我的 就是说你只要负责出钱就好 对 你就要出钱 同意 所有的教育问题就交给夫人 好 说得很好 夫人来管 对 就像是一个球队一样 你就是付钱的 你就是经理 然后球员就是小朋友 然后教练就是太太 对 这时候你只要发现数字不对 你就可以去问教练说 怎么会考证这个 那所有的管教问题 还有小朋友要学什么 要念哪个安亲班 然后要念哪个学校 你就是让夫人决定 OK 你要是想要 管大事就好了 对 你只要稍有疑问的话 像我太太 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是装潢 弄了一个漂浮的盒室 但那个时候呢 其实还没想到小孩 就觉得说 如果我在打电动 或者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夫人在那个客厅旁边的盒室 那它是透明的 一个漂浮的盒室 透明屋 那我可以看到他在休息 我会很安心 那后来呢 那个盒室就变得很可怕 只要考试考不好 或是在学校被老师写联络本 小朋友就要进去拔载 我们家就不至于打 也不至于就拔载 对 但它不是会有一个缝吗 盒室的玻璃会有一个缝 然后小朋友进去之后 就从那个缝里面这样子扒着 好可憐 就去叫爸爸来 然后我就有的时候想说 小孩的考试也还好吧 就说我去救小孩 因为小孩需要爸爸 我就过去跟我太太讲两句 过了一阵子 我就把那个门打开 然后小朋友就跑出来说 爸爸...你还救我呢 我说没有 进去 爸爸一起进来 一起拔 对 所以就不要挑战 对 就不要挑战夫人 就是你不要觉得太有自信 你有办法去改变 OK 好 出钱就好 其实要交给教练 对 没错 你现在有个理论 你觉得如果不生小孩 干嘛结婚 其实跟你当时的观念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就是照顾小孩之后 你才会有这个责任感 我以前都不觉得小孩 是我自己的小孩 知道有一次我请我太太 因为她太累了 她只是小夜 我让她去睡另外一间房间 然后我自己照顾小孩 结果小孩半夜就被我压到 小孩可能一翻身就掉到床下 然后她蹦的一声 然后哭得非常地惨 我真的一夜没睡 我从那一次之后才发现说 我是有责任在身上的 所以我觉得 你本来以为她是 是太太的 就是好玩的 就是会动的东西这样子 真的 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觉得你责任很重大 然后加上我身边的朋友 我几乎每个月都在帮助我的朋友 离婚 每个 超难理的 找律师也没有用 然后分居很久也没有用 我每个月都在帮助朋友离婚 然后他们都叫我做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律师都会跟他们讲说 台湾你必须要你的另外一半 是有过失的 所以你要找到他通奸的证据 我每天要帮他们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会记住 你有这个功能 对 我有这个功能 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所以我就觉得 你要是不想生小孩就不要结婚 以后你离婚很麻烦 但是如果你为了生小孩结婚的话 你们双方其实会有一个共识 会有个凝聚力 你们就比较不会想要离婚 比较不会麻烦到我 所以这样会比较好 OK 好 安盈怎么看到 心路历程的转折 还有跟老婆的分工 对 其实我觉得真的 因为很多人在有了小孩子之后 他会有不一样的体悟 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 再过一次童年 陪孩子在出去玩耍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好像 比他更快乐 那有些人是弥补了童年的缺憾 那小的时候不理解父母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心里有一些伤害 那因为自己照顾孩子 而对父母有了更多的了解 跟包容之后 你心中的那一个缺憾 就补起来了 那所以是一个自我治疗的过程 那也有些人因为孩子 而体验到自己生活的价值 就像他刚刚讲的 我以前也是 我是一个完全不需要觉得 自己需要买保险 或出门也不带伞 就是反正我就是一个人 但是你有了孩子之后 你不再是一个人 你必须要为另外一个人活着 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其实有孩子 有些人会说 孩子让他人生圆满 我觉得是基于这个因素 所以有孩子很好 但是没有孩子 我觉得你也可以有 另外不同的生活 对 OK 那好想要有小孩 但是生不出来 该怎么办呢 马上再回来 好 人生猜明很重要 等了等了 拜拜 你终于等到老公说 愿意生小孩 对 因为像刚刚提到就是 之前我妈有一直在问我 然后我就怒气很大 回家我就问我老公说 你到底有没有想要生小孩 然后他就安静了一下 要看我 他就说 没有不要啊 一切顺其自然 然后我想说那 官方说法 对 官方说法 我想说那你到底是要 还是不要 然后一直到去年 我养的狗狗 养了十二年的狗狗去世 对 然后他才说 那我们来把令狗生回来 他这个时候才下定决心 对 那就在 今年我们要下定决心 要生小孩的时候 我们去做了检查 婚后的健康检查 然后做完以后 那个诊所的医生跟我讲说 你不孕 然后想说 这样直接讲 对 他就检查完 然后我就看报告 他说你不孕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推销说 你要不要做那个 人工 人工受孕 或者是试管音 然后我听到那三个字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很震惊 他后面讲什么 我都已经是 对 然后我就说 好 谢谢医生 我回去想想看 然后我就很难过 然后很崩溃 然后先生回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然后我先生也是 因为我很难过 然后他就上网去查 那间诊所 他说 你找了这一间 就专门在做不孕症的 可能是他要推销你 对 然后叫我不要想那么多 然后直到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做了一次抹片 然后医生跟我讲说 我的抹片异常 那异常 我想说怎么会异常呢 然后医生也很贴心 帮我做切片 那切片做完以后 他就说 我的子宫 现在有不好的细胞在里面 那如果说再拖延下去的话 可能就变成子宫颈癌 这个细胞随时会变成癌细胞 对 所以医生建议我先 先处理掉 对 那我跟先生的讨论完以后 他也是觉得说 我先去处理干净好了 然后我当下就想说 那生小孩又要延后了 对 然后没有想要让我更难过的是 六月份开刀 我的伤口到现在都没有回复 医生有说要多长的时间吗 复原 医生说大概 其实应该一两个月差不多 最多大概三个月就会复 我有时候要到处跑嘛 那就是活动 然后我就拿那个行李箱 里面有十二瓶颜料 但我不觉得重啊 你觉得没有重 对 我不觉得重 然后我就是下楼梯的时候 我也觉得没什么啊 然后就觉得 下面怎么湿湿的一块 真的好危险喔 还好我那天穿黑色裤子 然后我是到家才发现 因为我想说可能是月经提早来 结果没想到是伤口破裂 对 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 它只是内饰进去嘛 那个子宫圆锥切除 然后想说这个伤口应该也还好 而且我切下来那一片很像大肠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对 然后想说这样应该还好 但是为了生小孩也是每个月 都跑医院 对 那医生就跟我讲说 你目前的状况 不能够生小孩 而且连性行为都不行 对 你要先把他照顾 对 我要先把他养好 对 但是我先生现在就是 真的有 说等你好了 我们就开始生小孩这样 很棒 然后我们也会出去看一些 婴儿的东西 对 很好耶 你现在自己心情上 怎么去调试或准备 前阵子其实很崩溃 对 然后 因为你这么喜欢小孩 也会走不出来 对 然后有时候是连自己上课的时候 譬如说 我今天上了一个三岁小朋友的课 然后妈妈就是怀孕 然后我就会觉得 好幸福 对 然后妈妈就说 来来来 白白老师 来摸摸 来摸摸 然后说 来给你好运这样子 对 然后有时候就会 有时候看到一些社会新闻 譬如说一些家暴案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们想要小孩都生不出来 然后你们生小孩了 怎么就是不懂得去珍惜 这些孩子 真的 会很生气 因为每一个孩子 他都是一个生命 而且很天真无邪的一个孩子 对 我就觉得 我好想抱抱那个孩子 对 就超爱小孩 很想要小孩 对 先把身体调养好 对 你还年轻 没错 凡事都有希望跟机会 阿姨你怎么看 因为很多人 其实把小孩子的事情 有的人是看得非常的重 觉得它是人生终极目标 没有达到 他会觉得一生很遗憾 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多方法 其实我们刚刚在私底下 还没开路程 对 因为如果因为身体的关系 或者是真的就是 像我有一个堂姐 她在国外 那她也是就是跟先生两个 做了很多 然后检查等等 可是就是没有 对 那其实有很多方法 现在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领养 对 其实都是蛮好的 那 我觉得只要 诚心诚意地爱这个孩子 那不管是不是自己亲生的 或者是 是人工的 有没有血缘关系 其实我觉得那都不重要 那我们刚刚还在跟她讲 如果未来真的 真的有状况的话 你能够为这个世界 多做一个好事 多去爱一个 本来可能没有办法 有父母的孩子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 对不对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孩子很好 那没有孩子 我们也有 没有孩子的生活的方式 那么也有很多孩子 是需要等着你来爱的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可以考量 OK 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我们去台湾 现在有很多数字 一个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就是生育率最低 全世界第一 所以真的鼓励大家 勇敢给她生下去 祝福大家 如果人都可以成功 那如果有些事情 真的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 刚刚提到 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 重点是你跟你老公的关系 是非常的紧密的 总是有机会 把自己的爱传出去的 祝福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